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乐斯自然随拍照展现独特魅力 清新的妆容和穿搭影关注 大家好 我是这篇文章的创作者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篇关于赵斯莫的文章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观看一下这篇文章 今天赵乐斯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随拍照 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照片中的他以自然的装容出镜 展现了他独特的魅力 赵乐斯一直以清新的形象示人 他的笑容和清和力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 在这组照片中 他以自然的装容呈现出真实的自己 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 他的眼神温柔而坚定 充满魅力 让人忍不住被他吸引 赵乐斯的穿搭也展现了他的个性 他的服装简约又不失时尚感 给人一种随性而又舒适的感觉 他的穿搭没有过多的装饰 但却散发出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让人忍不住靠近他 赵乐斯的眼神和表情也展现了他的魅力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温暖和柔情 让人感觉很舒服 他的温笑和表情都是那么自然而又甜美 让人忍不住被他吸引 赵乐斯的这组随拍照展现出了他的魅力 他的自然装容 简约的穿搭和温暖的眼神 都让人感受到了他的独特魅力 他的出现让人感受到了魅力 让人忍不住靠近他 赵乐斯通过这组照片展现出了自己的魅力 也让人们更加喜欢他 02 赵乐斯装扮青春样意 肌肤白白发光 人气太火爆被楼堵寸步难行 9月19日 长沙黄花机场人头床顿 粉丝们早早就聚集在这里 等待着心中的偶像 骚动的气氛仿佛可以摸得到 一种狂热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 而此时 一位身着随意但时尚穿搭的女子出现在人群中 戴着墨镜 肌肤洁白 散发着令人眩暮的光芒 这个人物引起了围观者们的瞩目 甚至有些人因为太过激动 差点摔倒在的 这位女子便是当红小花赵乐斯 自从传闻中的成千千播出后 她的人气一路攀升 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 赵乐斯的美丽与才华无疑是 她能够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想起她2016年参加矿女海选的情景 虽然未能获胜 但一手风之未雨却将她推向了网络的高峰 也为她的娱乐圈之路打开了一扇大门 而今 赵乐斯已经是娱乐圈的宠儿 她在剧中的表现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不论是清纯甜美的形象 还是古装红衣下的脱俗气质 都让观众们为之倾倒 与刘宇宁同台现场 黑色系的服装下散发出的俊朗与亮丽 也为粉丝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9月19日 她在长沙黄花机场现身 即将启程前往上海 面对着影动的粉丝 她保持着平易近人的态度 积极地帮助维持现场秩序 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充满了清和力 没有戴口罩 展现出真实的一面 让粉丝们更加亲近 尽管被围堵 她仍然保持着耐心与温效 与粉丝们互动 让现场充满了温暖与喜悦 赵乐斯的崛起并非偶然 她在娱乐圈中的每一部都是踏实前行的结果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矿女选手 到如今的当红小花 她的努力与才华不可忽视 而她所饰演的角色也深受观众喜爱 每一部作品都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她的粉丝群也在不断壮大 未来 赵乐斯将会有更多的作品与观众见面 她的演绎之路也将继续精彩 而作为粉丝 我们也将继续支持她 见证她的成长与进步 期待赵乐斯在娱乐圈中 创造更加昏黄的成绩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3 95后演员新视力四小花 最终综合推荐结果名单出炉 赵乐斯以最高的票数获选 评选来自四个指标 分别是电视台与视频平台推荐率 文娱媒体推荐率 温博大V推荐率 网友推荐率 从流度来说 相对还是全面客观的 赵乐斯虽然出道时间不长 但是分身无疑做快 2020年的一部传闻中的 成千千筑齐大火 然后的我 喜欢你二度提升 人气日渐高涨 才有了死后的长歌行 在剧中虽然并不是第一名主角 可是人气和热度 一度盖过了第一名主角 可见她的影响力之大 前段时间 有粉丝列举了23岁赵乐斯实际 小成本网剧一页女席S家 95花首个拿下顶奢代言 五个剧集均过益 第一次上新剧就破1.3 21岁拿下文人奖最佳女主角 23岁拿下腾讯视频 Rising Talk 1 她不是表演专业出身 除了具有表演天赋外 赵乐斯靠的是自身的努力 这个只有22岁的小姑娘 初到4年 立即拍了12部影视剧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得不说赵乐斯这几年的演艺事业 可以算得上是风生水起 同时赵乐斯也不高细闻和暧昧 一心扑在事业上 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 赵乐斯甜味形象早就深入人心了 当时娱乐圈里这么甜的女明星还比较少 而且她日常发布的生活 赵也特别好看 所以好评度一直很高 媒体对赵乐斯的评价基本上都是 长相甜美 娃娃脸讨喜 角色人设都是傻 白 甜 近日 赵乐斯的一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照片中 她坐在车上 英蓝的自拍 展现出了她独特的魅力 这位年仅22岁的女演员 素颜出镜 皮肤状态绝佳 让人惊叹不已 年轻就是资本 努力就是天赋 赵乐斯作为一个95号小花 演艺之路刚刚开始 经过力量和沉淀 希望她将来能拿出更多让人幸福的作品来 成为真正的实力派演员 做成为真正的实力派演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